您自我介绍一下先 我叫郝湘伟 今年四十几岁 我来自辽宁省辽阳市 我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是向我女儿告白 向你女儿告白 对 为什么要泪流满面 我就想要我女儿知道 妈妈和我有多么的爱的 希望她坚强地能活下去 你感觉女儿活不下去 对 头几天我跟她妈妈 无意识中 在电脑上发现 看着她自己录的一段视频 还有在固人院 想给咱俩找一个孩子 当时看着我心很难受 我们先看一下 这视频里面到底描述了什么 好吧 这孩子为什么要拍这段视频 来一起来看一下 2012年 郝新伟的女儿郝爽 被查出重症白血病 两年来 为了治病 郝爽看着父亲 变卖家里的房子 糖尿病的母亲 因为停止服药 眼睛已经接近失明 为了不再拖累父母 郝爽悄悄录制里段 是品医主 哈喽老爸老妈 看看这里的孩子可爱吗 你们肯定不知道我在哪里 我在两年福利院呢 快看这些孩子多可爱 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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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豪爽在决定放弃白血病治疗后 偷偷到福利园 寻找一个和自己相似的交迷孩 希望自己去世后 这个福利园的孩子 能代替自己陪伴在父母身边 给失度的父母带来欢乐 重新组成一个完整的家庭 以后我不在了 你俩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